随着天津全界和北京人和这场一波三折的比赛吹向中场上,中超第17轮全部结束,横道客场输球成为本轮的大冷门,而无类独霸中超历史射手王宝座成为本轮的亮点。 整体来说,这轮联赛比较平淡,没想到的是,预备队联赛却强戏了,同样是上海得比,输球的同样是上海生花。 在比赛结束后,生花预备队教练范志义成为场上的焦点,冲突视频在网络传播,生花俱乐部很快做出回应,暂停了范志义预备队主教练的职务,因为范志义不够冷静,事情的沉默到现在也无法完全说清楚。 简单来说就是范志义不满场上裁判的吹乏,再后冲入场内找裁判理论,至于是不是有谩骂,善而光等行为,目前并没有确切的说法。 当然,冲突肯定是存在的,却国内成为媒体足球报复量,主角范志义正面回应,了这起冲突事件,我在场上不能无视这种乱吹的行为出现。 这样补吹是影响队员的踢球机急性,范志义一语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,这涉及到裁判的水平问题。 据悉,导火琐事比赛快结束的时候,申花进攻球员遭到比较严重的犯规而倒地,裁判没有理会,这彻底激怒用了本来就一肚子祸的范大将军。 其实,整场比赛出现了不少争议看法,尤其申花多次进攻连续被吹越位,存在争议,范志义一直在克制。 范大将军提到的重点就是球员的积极性,这坚持到一个更深层,次的问题,以荣超连赛位力。 过去,赛场上经常会出现错路派,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,双方球员和裁判一般都会陷入争论中,甚至引发待规模冲突,这确实会影响球员的心态和积极性。 简单来说,球员们把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的争论上了,哪还有心思踢好球? 真正想要提高足球水平,需要球员们在90分钟时间里坚持技术层面的争夺,如此考虑的话,范志义说得有道理。 一股足球水平落后,不仅仅是球员水平落后的问题,还有裁判水平,连赛水平,组织水平等等,而裁判水平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,还是以中超卫力。 视频裁判解决了很多问题,这是好事。 但这恰恰彰显了本土裁判的水平问题,有了视频裁判,我们的边财甚至都不会吹了,想要提高中国足球水平,需要球员努力,裁判努力,方方面面一起努力。 当然,范志义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欠妥,但这名边财的态度,已经超越了执法的能力范畴。 范志义真正不满,那应该就是这名裁判回应的态度吧。 随着范志义回应这件事情,难题就来了,难题找给了足鞋,甚花第一时间暂停了范志义的教练职务。 足鞋呢?如何处理?给范志义竞赛?那裁判问题怎么办?如何能够服众? 我没东西说,我也能理解裁判在场上的处境,只有训练好球员,帮助球员提高水平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赶于面,对何承担责任,这是范志义的态度,起码他在尽心尽力帮助年轻球员成长,他也在为中国足球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